目睹信箱 目睹信箱 歡迎大家收看目睹信箱 今集的主題是中學做過最瘋狂的事 我們看看大家有多瘋狂 中學試過運動會的時候逃學 趁老師閉上眼祈禱的時候跑走 對呀 為什麼我中學想不到這招 中學的時候地理Field Trip 有個領隊帶我們上山 不厭其煩地提我們千萬不要留下探足人 好壞不壞呢 那天我就踩狗屎 豁著很大塊 我35號鞋 整個鞋底都是女生 幸好同學找了幾張紙巾讓我清掉狗屎 正當我打算扔進垃圾桶的時候 領隊阻止我 他不讓我留下探足人 他露尾 我們同行的人又沒有垃圾袋 怎麼辦呢 他竟然要我徒手拿狗屎落散 憤憤地趁他不在意的時候 把紙巾塞進他的背包 好玩不玩 玩屎 中一時期 日日帶氣槍同班同學 在南廁玩 又會上四樓把每日派的水果 由四樓訂下街 你們日日帶氣槍到南廁究竟有什麼玩呢 上課 在班房最角落頭打火鍋 煮完肥牛還問阿sir 吃不吃啊 那個情景其實挺正的 在班房打火鍋 即是你上課阿堂突然後面 沒有一顆表現 然後聞到那些肥牛味 然後後面整班人笑笑口 撒一下撒一下 多麼青春 以前很流行打NDS的Mario Kart 以及PSP的Monhunk 然後整班男生放鞋子的時候 就會聚集一班人在班房打遊戲 那時有Privet巡訪 有時打得太過得意忘形 就會被Privet捉到 然後就會沒收兼記缺點 有一陣子他們捉得很嚴 自此之後就跟Privet勢不兩立 我們決定玩夠他們 那時有一部有蓋的Casio計算機 我們就拿著這部機 在櫃桶裡裝打Mario Kart 大家還交足氣 喂 屌你放我招皮 衝到街頭 然後整班Privet就很威風地衝進來 打算開單 一看見到原來是計算機 然後就在眾人恥笑聲之下 死死氣地跑掉 說起這單 我中學也有一單 有個人很厲害的 執生能力 他也是在櫃桶打PSP 然後老師一走過來 他一下就扔PSP 進櫃桶最入面的位置 然後就在褲袋拿手機出來 然後老師看到手機 然後說幾句輕盼 搞定 周會那時候禮堂玩遊戲 每組有一部iPad 我們就拍了老師的醜照 周圍Airdrop給人 但我們好像忘了 軍事校長是跟我們一起玩的 校長其實進來 只是想拿照 中六在課室打邊爐 隔離班房就是風紀室 果然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說起班房吃東西的經歷 我老爸有一個經歷都挺過癮的 他跟著上課堂 有同學在一個 男子校服衣服的胸口袋裡 拿一支雪條出來 咬了一口 然後放回去 要上中史堂的時候 中史阿sir就走進班房 全班就一起用很疑惑的眼神 看著他 然後跟他說 為什麼你會來的 金堂是上什麼事的 然後他真的走了 到中史阿sir察察覺到我們玩他的時候 他再回來 然後我們跟他說 怎麼這麼遲 大瓜sir平時很好人 都沒什麼跟我們那些混蛋計較 講開我覺得 中學老師一定要有這樣的胸襟 跟學生玩 才是好老師 自己就沒什麼印象 但就想起同學做過最瘋的事 低風的時候 考我老堂 老師是會背著我們坐 考生就會坐在黑板面前 看著老師和我們 後面的同學 就無緣無故說玩遊戲 他們就把手上的紙碎 橡筋 擦膠 擲老師 擲上椅子底 就得分 擲上老師就超高分 最厲害的是 老師是完全感覺不到的 那班考生一邊考就一邊忍笑 被他們玩了整堂都沒事 嘩 是不是真的感覺不到啊 玩到這樣 就是老師都看到那班同學忍笑 我想應該知道你班有玩的 但是 免得你們 中學有一科就叫做Creative English 是外國人教的 他那時上課會播方塞塞奇兵 給我們學英文 每課就播一段仔 我們整班就每課都騙他說未看上一段 之後呢 整個學期都重複看方塞塞奇兵唱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那段 聽起來就好像整級都是這樣玩的 大過的時候想回 其實都應該知道我們是故意的啦 不過他懶得來而已 其實可能他自己都很想聽那段 可能想跳 一會再播播一下 下大雨打著風 一班中學同學一起踢球 原來下雨都沒什麼好怕 喂這位朋友 你的經歷這麼像一個廣告 中學不知為什麼很喜歡跟朋友玩千連殺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維他檸檬茶 出過一隻瓶頭是紐文型的設計呢 我們當時是靈機一觸 就覺得用這個瓶玩千連殺 一定很爽的 而且那時候不知哪個人提議 不如用走廊助跑吧 我們那時候當然是保持著霸氣 頂著硬碌 OK啊 當然行 好 那拆包剪刀決定哪個被人捅 接著那個人就埋位了 雙手拍到牆 污一點身就受刑 誰知道 到我們一下跑行衝去他那時候 他走了 我們從五樓一路追到他落地下 途中他掉了電話都沒有理 簡直是頭也不回 最後他直接書包銀包都不能拿 直接在學校跑回家 我們最後要幫他拿書包 拿電話回家給他 這個朋友的心理陰影很大 要找社工街巾 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下集主題 最黑人真的上司或同事 隨便會 許祝你 再保持追蹤 我希望這也不容易 иль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